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5月12日 马略卡判轻取卡迪斯 周六凌晨,西甲赛场风云再起 马略卡将坐镇主场迎来卡迪斯的挑战 本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卡迪斯上轮遭遇沉重打击 球队信心被彻底摧毁 此番面对连续四仗联赛主场不败的马略卡 卡迪斯南有作为 马略卡上级是升班马 以一分优势利亚格兰纳达顺利保阻 经过一个赛季的磨练后 马略卡经济表现明显提升 如今他们依然排名中游附近 保阻基本不成问题 境况方面 马略卡经过四月的高光后开始趋于成绩 连续三轮未尝胜机 好在球队仍然维持一定的攻击火力 头号得分手为达特梅里基上轮再次建功 他领衔的封线并不缺少输出 南韩球员李康仁近期也有亮眼发挥 马略卡已经连续六轮有破门 经扑面对手循环曾经击败过几队的卡迪斯 马略卡势必在主场完成复仇 阵容方面 后卫安东尼奥拉尔路被罚停赛 后卫基奥与尼干沙里斯和马迪亚拿斯达席伤缺 前季升班来到西甲后卡迪斯成绩一季比一季差 上季和马略卡一样惊险饱足 经济依然在危险区挣扎 卡迪斯经济西甲克战胜率极低 甚至不足两成 球队上轮做客还遭到马体会五球血洗 如今卡迪斯存在的最大问题无疑是进攻端表现不利 球队过去五轮有三丈颗粒无收 不得不提的是 卡迪斯中前场也没有稳定的火力点 联赛至今队内没有一位球员入球超过三个 这也是球队经济依然陷入降班危机的重要原因 是一面对主场战斗力不俗的马略卡 卡迪斯在捷南逃 阵容方面 后卫玉陀祖斯特和前锋罗扎马迪等人应伤眷情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我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Ov还是4